昨日下午,美国加州一所中学再次发生校园枪击惨案 更令人震惊的是,枪手年仅12岁 在大家还没有从5月发生在德赫萨斯州罗布小学枪击案的阴影中走出来时 这场恐怖枪案再次让全美人萌生阴影 除了校园之外,现如今任何地方都可能成为枪手袭击的场合 仅仅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双休日 全美枪声四起,总共有16人命丧枪口,还有24人重伤倒下 8月29号下午2时,正是加州东部的麦迪逊中学放学的时间 突然一连专的枪声响彻校园,一时间让在校师生乱作一团,慌忙躲藏 半小时后,接到报案的警方抵达校园,立即封锁现场 而在校外等待的家长们,更是早已急得焦头浪 根据警方介绍,当他们到达校园开始搜寻时 找到了守卫伤者,一名13岁的学生 目前已经送往医院救治,伤势还不明 除此之外,枪手开火之后在校园内四处流窜 试图逃避警方的追捕,但最终被抓获 抓到枪手的那一刻,警察都呆了 因为枪手竟是个孩子,年仅12岁 据悉目前该少年已被警方拘留,枪支也被没收 不过由于年龄因素,关于嫌疑人的更多信息 警方暂未披露 事发之后,校园大规模疏散 家长冲到学校接孩子,就祈祷着千万别出事 根据现场发挥的航拍视频 孩子们在第一时间已经被慢慢疏散 数百学生、教职员和家长们一起在学校门口 家长们心急如焚地等待着孩子 生怕漏掉一个 在枪击案发生当晚 当地警察局局长勒隆尼·阿姆斯特朗 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了一些关于此案的细节情况 阿姆斯特朗说 两名男孩同就读于麦迪逊公园学院 这所中学位于索布兰特公园居民区 学生人数约750人 涵盖6年级到12年级 当地KTVU电视台援引该校一名八年级女生的话报道 受伤者是她的朋友 腹部中担 一些学生说 他们躲到教室和体育馆里 一名17岁的学生说 我担心 万一那家伙疯了 胡乱开枪 这可能是我的人生最后时刻 我给我的爸妈发了短信 警长阿姆斯特朗坦言 光想到一个孩子就会带枪上学 就让我难过 没有家长愿意大白天把孩子送进学校 然后接到电话说孩子中弹了 这是天下最坏的消息 然而 我们监视上流通的枪支太多了 发生这种事情 只是迟早的问题 是的 这就是美国的安全现状 校园枪击这个词 已经成为了成千上万美国家长心中的噩梦 除了校园枪击外 美国现在任何地方都有可能成为枪手的靶场 深受全球旅客喜爱的洛杉矶打卡胜地 兴亡大道在29日凌晨也发强了 现场一人死亡 据警方通报的消息 晚上12点45分左右 刚刚开始夜生活的洛杉矶路上还有不少行人 就在这时枪声乍响 路人们惊慌失措地逃跑 警方随后赶到现场 在好莱坞兴亡大道7000号阶段区 发现一名伤者血溅满地 当即送医治疗 可惜被宣布死亡 有了洛杉矶自然也少不了纽约 同样是旅游达卡胜地 位于纽约市著名地标景点 圣帕特里克大教堂附近 于8月28号晚上6点左右发生枪击 据悉是因为两群人发生争执 其中一方当场掏枪开火 击中了停在路边的奔驰车 圣帕特里克大教堂 位于曼哈顿中城最繁忙的地段 所有在场的路人都吓破了胆 一向不太平的底特律 也爆发了随机枪击惨案 三死一伤 根据媒体报道 一名枪手随机沿街开枪 整整两小时25分钟 四名无辜路人遭殃 其中三人丧命 这起枪案也是发生在凌晨 四名受害者是在城市的不同地点被发现的 共同点就是身上都中了数枪 非常残念 令人难过的是 这并不是当天美国发生的唯一一起随机枪杀事件 德赫萨兹州休斯敦市 也有三人遭枪手击毙 更可恨的是 枪手杀人之前 还先纵火焚烧那三人的住家 在召开的记者会上 就连警察局长都震撼且悲痛地说道 很遗憾 且令人难过的是 这名枪手邪恶地随机选择了 先纵火焚烧树间民宅 等居民逃出来的时机 才对他们开枪 距离休斯敦不远的亚利桑大州 凤凰城 8月28号晚上8点30分左右 也突发枪技 枪手扛着一把半自动步枪 全副武装地冲上街 沿街扫射 不分警民 枪声最先出现在一家旅馆 枪手全副武装 身着背心和头盔 在旅馆外拿着枪扫射 路边停着的巡逻车也遭殃 多处是胆痕 一名警员肩膀中弹 另一名警员面部被榴弹射中 接着 这名枪手将事先准备好的燃烧弹 扔进了一家餐厅 索性没有引起火灾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追捕 这名大开杀机的枪手 在走过停车场时 倒地身亡 有可能是自杀 这一场枪击下来 警方初步证实 造成了三死无伤 短短几日 枪击案在美国 可谓是遍地开花 除了带来了惨重的死伤 更给生活在这里的所有人心中 蒙上了层厚厚的阴影 如今的美国 哪里还有什么安全地呢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